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H&N的Yan Yan 我們H&N的Edison 經常說渣男的東西 讓我做渣女啦 渣女做什麼呢? 買新的東西 那我今天就買了這個Lisa Eldridge 最新的唇膏系列 那我先試用一下 馬上試用一下 我已經開箱了 所以開箱之後就有這個袋子 然後裡面呢 我買了兩種顏色的 首先是這個 馬上試一下 一針 那這個就是夏天的橙色 再塗一層 其實這個系列也有四種顏色 那兩種就比較 叫做sheer的 另外兩種就超級 深色的 我就沒有買到的 我只買到這兩種淺色的 那我先試試另一種 抹了這個 我要等一會 這個橙膏真的很滑 因為呢 平時我是很容易 脫皮的 其實我這個橙膏用了幾天 都沒有脫皮 所以非常好 先試一下 好了 然後試這隻 叫做 我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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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可以用這個 先試一下 粉紅色也不錯 我平時不塗這些粉紅色 但這個也很淺 不錯 好 再塗一層 所以它就很好 淺色也有淺色塗 深色有深色茶 之後可以補一下 這個可以保持多久 嗨 我又回來了 經過十個小時之後 少知道十個小時嗎 十個小時沒有補過妝 那樣子 那你要知道 香港是多麼熱的 今天三十 是多少 三十幾度 雖然濕度分發之八十幾 所以 ignore我免犯有光 但是唇膏OK 我還有一點 少少靜 那 還有完全不乾的 非常之舒服 那今天有吃過飯 喝過東西 會 黏在杯子上 但是 還有點顏色 所以 very good 補一點 看一下 都OK 只是不用看鏡 因為它又不是很深色 但是它又有色的 所以很神奇 Lisa Elgert 是一個英國的化妝師 來的 那 網上都幾出名 我相信 喜歡化妝的人都會熟識它 或者 喜歡看youtube 又喜歡看化妝video 都一定聽過它的名字 但是 我在香港就很少聽到有人 買這隻唇膏 也沒有貨架 也不會有 所以 我非常推薦 所以有興趣的 我留個連結 大家去看看 那 今天就這樣 拜拜